大家好,我是萌营销水小刘 今天给大家分享咱们在家炸肉丸子 炸好的肉丸子外酥里嫩,特别的好吃 下面来跟我看一下制作方法吧 刚从市场上买了两斤新鲜的前腿肉 先把肉皮削下来 削下来的肉皮不要丢掉,可以用来做猪皮冻吃 然后把肉切成条 再全部切成稍微大一点的块 然后把切好的肉倒入绞肉机里面 大家也可以直接用刀剁碎 肉不用搅得太碎,把肉搅成颗粒状就可以 这样的肉吃着口感比较好 把搅好的肉倒入盆里面准备腌制 下来泡个葱姜水 切点葱花和生姜放入碗里面 再加点花椒进去 然后加入开水进去泡一会儿 泡出里面的香味 舀两勺黄豆酱 倒在案板上面 用刀剁的碎一些 然后把剁好的黄豆酱倒入肉碗里面 加入一勺盐 加点鸡精 再加点五香粉 然后分次少量 往盆里加入葱姜水进去 用筷子朝同一个方向 不停地搅拌 让肉把调料和葱姜水都吸收进去 再继续加入葱姜水搅拌 让肉充分地吸收调料水 再加点香油进去搅拌 然后在分次网盆里加入红薯淀粉 进去搅拌 一斤肉加大概50-80克的红薯淀粉 这里加红薯淀粉呢 可以让炸的肉丸口感更加的好 把肉搅拌上劲就可以了 用保鲜膜包住放冰箱里面 冷藏2个小时 这味可以了 准备下油锅炸 油了以后转中火 把挤出的丸子一个一个放入油锅里面炸 炸的过程中呢 用肉勺搅动搅动 防止肉丸粘连在一起 一直把肉丸炸至定型 炸到飘起来 而且把肉丸炸熟炸透后 再控油捞出来 然后转大火 把锅里油温升高 再把刚才炸过一遍的丸子 重新倒入油锅里面 进行二次炸 这样炸两次呢 是为了让炸好的肉丸口感更酥更好吃 炸20秒左右 再全部控油捞出来 好了 咱们这个炸肉丸子就做好了 色泽 洪亮诱人 肉香外溢 看着就想吃 这样炸的丸子 外酥里嫩 特别的好吃 这个肉丸子呢 可以一次多炸一些 放冰箱里面冷冻保存 可以用来做大会菜 做汤都非常的不错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视频下方 添加关注 转发 我们下期视频见